大家好,我是平 今天我们来做天赋螺 我准备了各式蔬菜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准备 简单的处理一下蔬菜 西葫芦、彩椒、秋葵和茄子 都是做天赋螺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有蘑菇 其他的蔬菜简单处理一下 将蘑菇划上十字花刀 我们来处理一下虾肉 新鲜白虾洗净 去除多余的水分 剥去虾壳 去虾线 留虾尾 将虾腹部朝上 放在案板上 用小刀在虾的腹部 每个半秤处切一小刀 深度大概为虾身的四分之一 左右 切得太浅 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如果切得太深 就会将虾肉切断 然后将虾反放在案板上 背部朝上 腹部朝下 用手指将虾肉轻轻积散 请注意手指的力度 只是将虾肉积散 处理好的虾肉 就会像这样 又直又长 在杂质的过程当中 也不会因为烧热 而弯曲 现在我们来做 天妇罗的面糊 150克 红薯淀粉 加入两个鸡蛋黄 混入250毫升冰水 轻轻搅拌成 淡烟面糊 然后放入冰箱 继续保持低温 再将150克干面粉 加入四分之一茶匙 泡打粉 将虾肉和蔬菜 沾上面粉 倒去多余的面粉 倒去多余的面粉 我们来裹蛋黄面糊 捏出虾的尾巴 在面糊里面转动几下 将虾肉浸入油温为180度 360华氏度的油锅中 面糊定型以后 我们就可以松少了 等天妇罗表面呈浅浅金色 蓬松而酥脆 我们的虾就炸好了 我们继续炸完其他的虾和蔬菜 放入冰箱 再裹一刀 再裹一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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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材好的天妇罗 直接赞天妇罗酱汁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订阅支持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